欢迎收看今天的非凡大探索 我是刘祝华 最近天气又热又闷 到底吃什么美食最开胃呢 今天的非凡大探索 我们要带您寻找酸酸辣辣的开胃料理 首先第一站 来到这家相当道地的泰北料理餐厅 里头从厨师到服务生 全部都是泰国人或者是泰国华侨 因此料理相当相当道地 每一道菜几乎都用了十多种香料跟配菜 吃起来酸中带辣 辣中带鲜 再搭配浓浓南洋风情的用餐环境 让人仿佛好像真的来到了泰国 一走进这家泰国餐厅 就能听到服务生道地的泰语招呼声 原来他们真的都是来台定居的泰国华侨 连开放式厨房里的主厨 也是道地的泰国人 满洲的料理打破你对泰国菜的印象 来到这里不再只能点月亮虾饼 或是泰式焦麻鸡 还能品尝道地的泰北菜 像是这道用芭蕉树上的芭蕉花 做成的开胃凉拌菜 还有用椰子壳装着超级下饭的 十斤海鲜咖喱 每道菜都有不一样的星系 很多服务生都是泰国的 就有听到他们对话是讲泰文 对然后就觉得应该会很道地 就是它的用料就真的比较实在 而且它的酸味就是够酸 不会像一般的就是可能比较没有那么 味道没有那么多 这家位在台北大安区东风街上的泰式料理餐厅 外观吹着浓浓的南洋风 在闹区中读书一格 更特别的是 不仅老板是缅甸的华侨 介绍菜色的服务生 以及长厨的师傅 通通都是道地的泰国人 或是泰国华侨 所以不仅用餐氛围 让人仿佛来到了泰国 老板更希望把泰北道地的小吃 带给台湾的客人 因为台湾没有这种东西 想说就带那个 就是把那个当地的一些部落菜 一些原住民的菜 然后来当做我们的招牌菜 像凉拌芭蕉花的话 是绝对外面看不到的 芭蕉在泰国 可说是家家户户都会种的水果 除了可以直接吃 烤过之后还可以当甜点 而芭蕉叶能拿来包甜种 芭蕉花切碎后 更能做成开胃的凉拌菜 它开始煎蒸它 后来它慢慢慢慢出来 慢慢出来这样子 会出来那个芭蕉 有没有 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是芭蕉 芭蕉 它长大之后就变芭蕉 对 但其实芭蕉花直接吃 非常的涩 得先泡在柠檬汁里 去除色味 我这样吃 是不是 很涩耶 如果你不泡柠檬水 它会涩的 一定要泡柠檬水 泡好它也不会黑 它其实吃起来有点像甘蔗 有一点 纤维比较粗一点 对…它黏黏QQ 口感还不错 切丝泡完柠檬水的芭蕉花 接着加入海鲜和猪肉糯 在鱼炒过的香料 还有特制辣酱均匀搅拌后 五颜六色的模样 光看就让人口水直流 芭蕉花脆脆的口感 吸附着酱汁 酸酸甜甜的滋味 配着鲜甜肥美的虾子 超级开胃 它的味道比较重一点 然后但是就是蛮香的 然后配饭吃的话 其实跟台湾的那个 炒过的蒜片是很香的 对 所以还蛮好吃的 接下来这道仿佛做着 诺雅方舟而来的凤梨炒饭 里头的凤梨肉 都是新鲜现茄的 牵上的凤梨壳 就直接当作容器 今天它比较香 比较香细比较好 但是罐头的话 它有另外一种味道 我不太喜欢用罐头 怕我在汁里面太久了 有一点烂烂 有一点软软 像我们这样子 你看都 比较口感比较脆 炒饭的米也要特选 泰国的茉莉香米 台湾的话它比较烂 它没有一粒一粒 泰国它比较一粒一粒 它不会辣 它还有它的香味 把炒蛋白饭凤梨鲜酸合一后 再加入海鲜和香料增加鲜味 搭点黄咖喱粉 让香气更浓郁后 最后加点泰国酱油上色 这道经地辉煌的凤梨炒饭 华丽登场 坐在凤梨小船的炒饭 金黄诱人 每颗米饭粒粒分明 搅拌的同时就能闻到 咖喱的香气 一口放进嘴里 可以吃到海鲜的鲜味 还有凤梨的甜味和果香 让整个炒饭吃起来清爽 没有油腻感 加点腰果还有肉松 又多了脆脆的口感 还有咸香的滋味喔 另外这个外形 长得像番茄的食材 其实是泰国的茄子啦 师傅要结合台湾的茄子 做出一道混搭料理 我们泰国的话 它比较Q 比较脆 台湾比较勉 比较软 刚好我搭配放在一起 刚刚好 口感很好 好 知道光看就觉得 要来碗白饭配的炒茄子 混合了软和脆的不同口感 因为泰国茄子吃起来 像丝瓜一样脆脆的 而台湾的茄子肉 则是软绵的口感 配着吸附酱质精华的鸡肉片 真是咸香下饭 可以用这个椰子壳 装着浓郁椰香的十斤海鲜 淡汁与椰浆交织的甜香味 伴着海鲜的咸鲜 还带有一点红咖喱的香辣 淋在白饭上 让人忍不住大口爬饭 里面有淡花 还有一些海鲜的料理 非常好吃 非常下饭 如果不想一成不变 用泰式酸辣汤当ending 可以来碗泰国北部传统的鸡汤 不像一般红彤彤的酸辣汤 这锅汤头清澈 没有油腻感 利用香茅和柠檬汁 让汤头喝起来酸甜开胃 现在不用飞到泰国 就能品尝道地的泰北菜 整桌满满的料理 适合三五好友周团品尝 越多人一起分享 更能吃到不同风味的 泰北料理哦